是百灵鸟 蒙古百灵鸟 蒙古百灵鸟 就百灵鸟里面最大的是吧 这个 在这呢 这么小 这有四颗蛋 哇这么一点 就是感觉 你们看 就和我大摸 守着盖 就是这一亩 一亩 就这个一亩这么大 就到这这么大 哇 我终于见到了 哇 它是小鸟窝 嗯 它都是用嘴一点点的交上了 是吧 就是 拿草 拿草转圈 它搭个窝得搭多长时间 这也不知道了 不能碰这鸟蛋 碰了它不要了 碰了就不要了 百灵鸟 咱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呢 是吗 也是 哎呀 太神奇了 这动物都 那么一点点 就那么一点点 比鸩春蛋还小 就比咱们吃 鸩春蛋还小 比咱们吃鸩春蛋还小 就这么大点 这鸟窝可真不好找 这个都指给我了 实际上我都没看着 后来我又走近一点点 我才瞅到 它和那个草 基本上是混为一体了 它应该是先把那个地捉了一个坑 自己挖 自己都是用嘴挖的是吧 地是用爪子挖的 然后那个什么 然后它那个窝是用嘴叼过来 叼过来草 然后给它编成了在里面 那个在里面下的那个蛋 太神奇了 这小动物都 还是温馨提示啊 看到这个东西就千万不要用手碰 咱们怎么看都行 但是千万不要乖它 因为你一碰 这个大鸟就不要了 沾上人气 它就什么都不要了 所以说 保护动物人有责啊 看一看就好了 现在呢我们要开饭了 开饭前呢 我得给你们讲一些 那蒙古族的一些小的这个习俗吧 然后这是刚才姐姐给我讲的 你看到他们这些筒了吗 我给你们转过来看 看放东西的这些筒啊 什么的 他们这个正常他们都应该是扣着放的 对吧 对对对 正常应该像这个筒似的 就是不装东西的筒 正常都应该空筒 都应该是这样口朝下扣着放 然后如果说空筒你要是朝上放的话 里面就必须得放点东西 不能是空着的 你看就是必须放点 你看这种 放点糖啊 放点啥啊 放点米啊什么的 只要是朝上放的 包括他们家的这个这个 这个壶 这个壶里面 这样朝上放 里面都放着多 你看放的米 不能是空着的 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 怎么说来姐姐 你刚才就是空的东西不吉利吗 然后壶应该是什么 什么东西的都都满着呢 对就是就是他们就是蒙古族的一个一个小的小的习俗 生活中小习俗 还有些啥习俗咱们这个 想起来跟你说挺多的 挺多的 想起来那我就一点一点的跟你们分享 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习俗 太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 然后我们现在要这个吃饭了给你看看 鱼 这鱼都是纯野生的是吧 对 然后这个是吃饭的那个第一口 我们都一般就是敬的那个灶里 吃饭的第一口都要敬灶里 每一次吃每一顿饭都是这样吗 对对对 就是早中晚都得这样是吧 对对对 看到没有 就是不和这个咱们的这个蒙古族的老乡生活在一起 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小习俗 那咱们有没有什么就是禁忌之类的就是 嗯也挺多 也挺多 嗯 那现在要是一问吧 还想不起来 还想不起来 就太多了还想不起来 对对 生活当中就 碰见了就能想起来 可以 等到碰见了我随时给你们分享 哈哈